總共分成24等 最高18萬 最低9萬 從台灣的法院 每年至少260件的案件 一個法官他手上至少會有 200件到300件的案件要處理 一個早上3個小時 他們至少都要排15個案件開庭 法官一個月能賺多少錢? 總共分成24等 最高18萬 最低9萬 哇 那這樣薪水很高耶 台灣的法院 每年至少260件的案件 刑事案件就佔了53萬件 一個法官他手上至少會有 200件到300件的案件要處理 而且每個月 至少會新增50件的新案子 如果是比較大的法院 至少每個月都會超過100件的新增案件 他們壓力很大 要盡快的把這些案子給處理掉 如果結案比較慢 就會影響他們的考基 一個早上3個小時 他們至少都要排15個案件開庭 每個案件只會預留15分鐘而已 所以他們希望你們能和解就趕快和解 而且他們一年200多萬個案件 一定會有一些還沒有結案 就會一直不斷的累積 所以他們上班時間都很長 因為我可以說是天天加班 甚至禮拜六日都要去加班 因為法官加班 書記官也會跟著加班 還有曾經太超 官被書記官告的 X好 這樣也太超了吧 大家完了 大家完了 你擠啊 你擠啊 沒有律師耶 大家完了 大家完了 快點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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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說饅頭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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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緊急按鍵 2點好到 你要找誰 你要找 找律師啊 現在有的律師 沒有律師耶 record emed 在 out 好 你怎麼看得到我 我幹嘛 有人跟我講 有人在 那個書題家 誰 是誰 我跟你谈一下 我跟你谈一下 等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